身手敏捷,女子酒驾被查后,想私了不成谎称上厕所翻窗逃走,酒驾本来就是非常危险的酒驾上高速,就更加危险了这步。 最近一名女子因为酒驾被高速执法逮了个正着,而且她还想跟执法人员私了,10月9号晚上11点多高速执法五支队一大队在即85九龙坡收费站,例行检查, 时发现一辆银色轿车内酒气非常大,于是便要求她下车进行检查,女子开始极力不配合,但在执法人员的强令要求下,最终查出酒精检测结果,为75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酒驾这时,这名女子突然向执法人员提出了饲料,被执法人员严厉拒绝了眼看饲料,不成该名女子便开始耍了混,提出,要去上厕所, 为了缓解女子的激动情绪,执法人员答应让她先上厕所,可女子进厕所之后半个小时也没见人出来,高速执法人员都是男同志只好联系了附近的一个女同志到厕所里去查看, 这才发现女子和同伴已经从窗户上翻墙逃跑了据介绍,由于当时该女子的车辆和行驶证,都已被执法人员扣留两天之后出于心理压力,这名女子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高速执法大队主动接受处理,按照道路交通法,女司机邓某依酒驾,被处以暂扣驾照6个月即12分罚款1000元, 女子的决定